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母人 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 或形成了 湖海山川, 此为相界所居之处。 至盈慧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 丑慧屁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盈慧之时, 天地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相交替, 阴阳阴云而欲生万物品类。 四集是先天妙开辟之分, 无集静太集洞黄集昆前四集是先天妙底, 开天辟底之分源。 无集主静, 属理天。 太集主洞, 属弃天, 黄集主化, 属相天。 道集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 生一一生二二, 又生三道, 即是理, 理即是道, 至虚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虚灵, 能生一, 亦能生二二, 能生三, 三能生万物。 无集生太集, 太集生两仪, 两仪生三才, 三才者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像集, 生化五万点, JPG。 天继成地继力, 万物齐备东土地, 无人焉, 缺少女男天地继成。 万物以齐备, 这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 坎苦世界苦海, 死岸东土等等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焉, 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 乏人管理统治。 那时, 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 方舍我九六子七, 将凡天, 由于天地有定数, 子会开天, 丑会辟底, 赢会需要有人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采佛子。 一骑降临凡间, 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缘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致凡于世老母娘, 每次差遣缘佛子下凡降临东土。 未来一次, 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可为我造下血酒。 三山脱红醉乐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 在三山脱红醉乐, 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持齐来洗澡, 趁机会仙衣邪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持,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邪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念, 又不见仙衣邪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仙衣仙邪。 为娘我悲痛泪原子乎患耳重等速东奔末要栽点。 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流泪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仙衣邪邪与卫耳等耳, 哪个亦不肯在世灵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邪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向灵凡尖流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 吃松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遇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取松子脖子吃。 口渴了, 就取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叛问母, 我日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调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叛其。 纷纷问老母娘,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 大开普渡, 清烧书, 清祭信, 清度佛缘。 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 祭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开佛子, 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信书皇母训子诗戒, 以及千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 心由一杯声大放为母, 我且和同赋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开佛子, 心中由存经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 如此精于悲痛, 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 我原佛子东土, 而奔至世界为男女, 栽地人焰。 从此, 黄母之缘开佛子便, 向东土奔食而去。 典至理世界, 或为男, 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焰火。 母子分各东西, 好不难过。 自此, 我众佛子, 受敬熬尖子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 自此以后, 却受敬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帝, 白布公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 至今时区, 区只算六万年载美祥, 而在世苦。 母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盈会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 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古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 将到差三佛伴末后, 普度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 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请三佛伴里末后一卓的普度收缘。 三佛然登故佛是加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宜, 认礼时修依礼, 不依人修道, 认指真,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公了, 愿天不能言, 地不能与人能红道非道, 红人结顿, 尔的敦厚善良造就母, 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 尔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 尔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尔的无私无我灰映母的无边无量, 尔的毅力不遥气入母的永存, 不求本尊与分身关系。 资料来源网址。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drive.google.com, slash, file, slash, t, 0,b, underscore, front, 1, underscore, cas1zm, sacet, slash, view,pref, 109538991504767448305 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母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福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唯唯乎。唯天唯大唯大啊! 只有天最高大! 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